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5月16号 星期六 日本对他们2019年年初的时候 就是说三四月份 对不同的地区 当时献血的血液当中 提取了一些样本 是怎么回事 是5月15号 日本厚生劳动大臣 叫加藤圣信 在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 表示的 说日本的红十字会 在今年4月 在东京和东北的 就日本东北的 不是中国东北 是日本东北的6个县的 以及去年1到3月 日本关东甲岳信地区的 现血的血液当中 各提取了500份 就每个地方 都提取了500份的样本 然后对日本的5个厂家 生产的抗体的检测试浸盒 进行了一个性能的调查 就要看你行不行 你准确不准确 对不对 拿5家的抗体 对他们进行检测 结果出来之后 就这样 说在今年4月的现血液中 东京的血液中 有三件抗体呈阳性 东北地区有两件呈阳性 但是你要注意 他也说了 也有的试济盒 是完全没有检测出阳性 就对所有的检测 都没有阳性 你知道吗 5家检测的是不一样的 他说 而在新冠病毒还没有出现的 去年的1到3月 所采集的血液当中 竟也检测出了两件 新冠抗体呈阳性的 抗体呈阳性 是什么 说说这里面有人 就是说曾经得过新冠 然后现在抗体呈阳性了 但是 问题在这了 这5家公司检测出来的结果 是不一样的 有的是三件 有的两件 有的完全没有 所以你相信谁 当然有的人就要以此做文章 就说你看 去年日本就一定有新冠了 搞不好 不是美国先出生的 也不是中国先发发源的 就是日本先发源的 但问题是你要说 人家也说也有的试济盒 完全没检测出阳性来 所以我只能说了 这5家 他们的抗体测试的试济盒 应该互相在探导 互相5家的商讨一下 就是说 我觉得如果5家测出来的 结果都是一样的 这个数据 这个结果才有用 如果5家测出来之后 都不一样 谁跟谁都不挨着 我觉得他不能说明任何事 懂我意思吗 现在还不能说明任何事 所以你只能说 反正通过他们5家当中 有那么几家 测出来就认为 血当中是有抗体 但是也有可能 就是测试盒的 出问题了 因为中国的病毒的核酸测试盒 问题很多 对不对 不管是中国国内报应 外国外 大家都在报应测试盒 对不对 都说它的不准确 日本抗体 我看它的抗体测试盒 我觉得我看也够呛 我认为 假阳性的可能性比较大 因为有的测试有 有的测出来没有 我觉得 如果大家都测出来有 那才能说明真的有 如果有的有 有的没有 你懂我意思 对不对 但是反正当然有人 一定要拿这个做文章了 对不对 这好可逮着了 逮着一只蛤蟆 对不对 我得好好的捏捏 对不对 有尿没尿 我得给你捏两滴 挤两滴出来 对不对 没尿痛 我也得给你挤两滴出来 反正你得出点东西 就这么个情况 好不好 反正大家了解一下 好吧 那直接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